资料的方面 因为刚刚是印射 跑一个输入一个 跑一个输入一个 其实这样的缺点 它的好处就是你循序 但缺点就是说 你变成你要不断的在执行 写入资料的动作 那相对的会让你的系统 其实跑的相对的比较没有效率 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在这边有一个叫Execute Many的方法 其实在其他的语言以前有用过 但是后来我不确定说 在Python有没有支援 所以后来我就查了一下 他的官方的说明 所以你在官方的Duck里面也可以找到 他里面就是在官方版的网页里面 有Seql Line的相关说明 这个Documentation 我想你们到Python的首页里面就有了 其实他里面有个Library Reference 你可以找Library Reference 其实就是里面 Python里面所有的相关说明 其实一手资料就这里 反正这边一定是最正确 其中的话有一个就是关于 什么Seql 各式各样 Seql Line 3 有没有这个地方 未来当然有一些我都没有讲到的话 其实里面都有答案 你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 其中的话我发现 Seql Line 3里面 他有提到一个方法还不错 叫什么Execute Many 各位可以看到在哪里 这边也叫Execute Many的 有没有这边 Execute Many这个方法 他里面有提到 他跟Execute不一样的地方 Execute它是你跑一次执行一段命令 Execute Many是你可以全部先串好之后一次再给我 但是他里面跟Execute最大的差异点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Execute的话后面就是加一个 一个Seql Stream 但是他这个地方不一样 除了Seql Stream之外 而且这个Seql Stream后面都用问号表示 也就是说你不用管说到底有没有 是文字还是数字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你全部都用问号就对了 然后但是有一个差别是多一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就上面这里 这个东西 它的结构一定是一个中瓜壶 中瓜壶什么 创列 创列里面呢 再放一个 一个什么呢 小瓜壶 小瓜壶的话呢 在Python里面其实是Tuple 其实小瓜壶跟大瓜壶最大的差别 Tuple跟串列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小瓜壶是唯独的 只能读 不能写 不能修改 但是中瓜壶的话可以 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样的东西 因为理论上只是效率会稍微慢一点点 不过其实也意思就是说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中瓜壶 意思是说什么 它需要一个所谓的串列里面还有串 你意思是二维串列 然后再丢给它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今天 如果要excuse many的话 你必须把所有的笔数的资料 通通放到哪里呢 通通放到一个串列里面 也就是串列 大的串列里面要放一笔一笔的资料 长得就像这样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类似长这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刚好可以 符合它的需求 如果你可以达到这样的需求的话 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如果要用excuse many来改的话 大概想到的方法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个 你可以把这边 本来是excuse 变成excuse many 打错字 many ok excuse 加一个 many 第二个的话你需要斗点 后面加一个串列 这个串列是要把所有东西串在一起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把全部东西串在一起 这个 sequel 然后就可以改成什么 你就不用这么长串的啦 也不用formate 其实就是怎么样 甚至更简单就是 它其实最简单的地方就是 里面不用管它是什么东西 反正就五个栏位就五个问号 中间只要加斗点就可以了 这样子 这样我觉得方便 但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说 那你必须要把前面的这边的串列 再变出一个串列 也许再一个串列也许我叫list3好了 因为我们前面realize是读过来是放在list1 然后list2是把它切割开来 那切割开来之后要全部要再把它串成 一个串列里面有很多串列的话 那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怎么样 在缝回圈上面先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在底下的部分 我们就怎么样 在print的下方 我们就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全部串在一起怎么串 其实就是利用它 它里面如果你要再把串列放进来的话 怎么放进来呢 还记得吧 点什么呢 点个pand 那把什么东西放进来 对 把list2放进来就好了 OK 这样子 不过特别注意 最后这两行请特别注意 因为它串它的 它最后才执行 所以请你按 shift加tab 让它往前凸排 最后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再确定一下一件事 底下先不要转 这些先不要转 因为我们要先确定 它是不是串列里面再串串列 所以print什么 把那个list3 先print出来看看 它里面是不是在串列里面再放个串列 也就所谓二维串列 所以最困难的地方在这里 如果ok的话 其实以后我还蛮推荐各位用sq menu 的 最后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时候 上面是有上面这边有print 所以这个这个是上面的print 主要是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发现中瓜湖里面的话有一个资料 ok 串列里面有串列 串列里面又有串列 ok 不过有个地方好像不够完美 哪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要把它去掉 有没有 不然的话 好像将来你insert into这个应该还是会成功 只不过就是说 你的电话号码后面会多一个换 所以怎么办 把它去掉再insert 可是要怎么去掉 最后的话应该这边 有没有 spread着它 然后append append如果说 它这个已经切好了 但是我只要改 其实只要改什么 我只要改其中的一个 我不是改全部哦 那这怎么做 也许请各位试试看吧 那这个地方 我再把重点跟各位讲一样 一 也许你可以参考云端 白板上面 底下 比较后面一点 这边有execute menu 我是参考 这个官方的 官方的duck 里面呢 你可以找到底下有一个叙述啦 其实我是按照它的叙述 把它要的这个形态先做出来 OK 然后呢 再利用execute menu 执行 那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来画面切移 然后OK 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用execute menu 把那个50个会员 一次全部就insert进去了 但是这个比较困难的点就是说 比较方便的点就是全部 那个资料都用问号表示就好 但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 你要把 例十二又再放在例十三里面 变成串列里面再放串列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麻烦的 那串列里面放串列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最后好像串列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那你如何只变跟那个换行 把那个换行拿掉 这样怎么做 我试一下